昨天跟人打了一个电话 一个电话里说了梁周老师 就探讨我直播间我出现的问题 我后来就查了一个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我在我的账号当中 我查了一下 就光抖音这个账号呢 我拉了黑粉 就是拉进黑名单的 天呐 741个人 真想了一下 我真的很失败 怎么能有那么多人都拉黑了呢 我为什么不能让这些人 哪怕一半人喜欢上我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听了他这些话之后 我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后来就是把这些黑名单里的人 我能宅的全宅出来了 但是有一些人已经把账号给注销了 那等他注销就没办法了 本来还想再跟他们聊聊天 给注销了 可能是平台给拉黑了 是水军我不知道 但是确实有很多账号呢 他是有头有脸的 还有照片呢 还有这个发过视频呢 我把这些人都拉回来了 我在反思自己 为什么就是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不允许别人对我进行攻击 虽然说我知道拉近黑名单的人 可能多数人对我进行过人身攻击 可是我在反思自己 我为什么就不能承受这些攻击呢 他们说不好听的话 我就把他拉黑了 当时跟人聊电话的时候 他跟我说 你本来粉丝就不多 如果你能够把这些不喜欢你的人 至少让他们变得没那么讨厌你 也是一种本事 那个一瞬间我觉得我错了 我得反思自己的行为 我就在想 其实生活当中 如何去化解敌意呢 别人对你胡适当 可能是因为你做了些什么 或者说哪怕是别人对你羡慕基督狠 如果真的有方式能够化解这些恨意 也是个人能力的体现 那我觉得我欠缺这方面的 我应该改 我都人生过半了 我还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 那作为主播以后也不会好过呀 那我开车就喜欢思考 我这一路上就思考这个事情 我太小心眼了 说实话 我有点玻璃心 什么样的人 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呢 那第一个 这人觉得他委屈 是吧 就没干过的事 你非要编 非要说他干过 不是那个想法 你非要说他是 我就受不了了 可是我 今天我觉得我 失去了曾经以往的耐心 我应该有耐心 让他们慢慢的去了解我 反正当时 我一记之下给他拉黑了 我觉得我真的做的很过分 在这边还是觉得 你在互联网上做这份工作 你做直播带货 是很辛苦 每天中午12点半 晚上8点半 都要在抖音直播间里直播 你是辛苦 但是这是自己的事业 你怎么能老喊辛苦呢 自己的直播间 是自己有拉黑别人的权利 但是你为什么总是没事拉黑呢 是让直播间 就是变得很干净吗 反而我觉得这样的话 929直直播间 失去了不同的声音 会变得无趣 这是我的反思 如果我是一个合格的主播 我是一个合格的人 合格的博主 我应该是能够在这种舆论下生存的 没干过的事情就没干过 我在想这个我要找个平衡点 不能说再这么轻易拉黑别人了 要给予别人机会 要给予别人空间 要尊重别人的 对自己的误解 因为让别人误解 那可能是自己做的不是那么完美 能让别人产生误解 也是自己的问题 我不知道 而且未来的路还很长 我今年快40岁了 那可能做自媒体还要再做几年 难道在这几年当中 遇到这样的人继续拉黑吗 我觉得可能不需要了 留下吧 就以后我就 有时间把这些拉黑的人全放出去 也希望这些拉黑的人 有一部分人能够再回来看看我直播 再看看我的频道 哪怕是骂人 哪怕是诬陷 我能不拉黑都不拉黑 就感觉人云之间很脆弱 抱着一颗交朋友的心态出去 跟大家认识 然后我觉得你长得臭 你是个臭八怪 我觉得你恶心 你恶心 应该让他们说 那确实他也没有完全说谎 我确实长得不好看 人都是很可爱的 每一个人 比如说有去伤害他人的人 可能也曾经被伤害过 我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成长 我应该有更多的耐心 把这个耐心的放在 我平时的直播间里 放在我的生活当中 其实我生活当中 我是对一个他人很有耐心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 就放在网上 就一着急就失控了 让大伙很多人误解我 觉得我是不容易接触的 我其实特别容易接触 我真特别好 怎么在网上就 给人一种就是居高临下的感觉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有人可能说 你看 你还说你不居高临下 你现在拍视频的时候 你有看到我们的眼睛吗 你有看着我们吗 这个大家伙就原谅一下了 我不是不看你 我这看路啊 我这开车呢 对 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路上 现在你听到我说话 都是我脑海中 第一反应 这是意识下的诉说 我得反思自己 真的 人云之间不害好意的人 这事情多了去了 我应该去容忍 我曾经是那种 就是说你伤害我 我就不理你 我也不让你理我 但后来在做互联网 你不能这样 来之不易关注你的人 你说拉黑就拉黑 不合适 然后现在呢 这个太阳慢慢落山了 我呢也快到家了 再过三四十分钟 我非常珍惜啊 在路上这段思考时间 人生的成长 可能是有很多方方面面的 那希望吧 以后我真的可以做到 遇到一些危机的情况 我可以镇定啊 保持镇定 保持耐心 以后再提高自己不足的地方 改进 把人生态度 在遇到挫折的过程中啊 提高自己的这个抵抗力 也希望未来 那些不喜欢我的人 不要太讨厌我 希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来告诉大家 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没其他的吧 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有很多缺点 但是在努力工作这方面 我算不错的 做人这方面 我算很差劲的 因为不太懂得人情世故 得罪很多人 这是自己应得的 其余不多说了 就谢谢大家 喜欢视频的点个赞 不喜欢的依旧 可以评论下方 聊聊天什么都可以 谢谢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